大家好 这个视频在我们聊一个国际新闻 这个 昨天直播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一次 就是关于俄罗斯发布通缉令 通缉这个爱沙尼亚的总理 现任总理 这事说起来都很离谱 就是一个国家居然通缉 另一个国家主权国家的这个最高领导人 但是这事吧 其实对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呢 其实在人家国家这种现象好像也挺多的 比如说我们的江总 以前就被欧洲一些国家通缉过 因为这个就是民主国家吧 就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 他们都一种迷之自信 就总感觉好像我能管天管地管空气 谁都能管 所以他们经常就 包括美国也都是这条样 是吧 议会里面自己本国的事懒得管 天天那么管全世界的事 可能就是他们因为欧洲强大了几百年 这种惯性 就是总感觉我要管全世界 那事实上呢 他们今天又没这个实力 总之吧 就是这是欧洲人的出毛病 但是他还不光通缉这个爱沙尼亚的现任总理 他还通缉这个拉脱维亚的这个 很多政府高官 现任的前任的都有 那么这两个国家有个共同点 都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 所以呢 你看这个形式的话 这俄罗斯是有点找柴的意思 当然你说他这个通缉有没有道理呢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为啥呢 因为这几个人 就他通缉的这些人 都是国内反俄的死硬分子 就他通缉的这些高官 都是所在国家内部 反俄的死硬分子 比如这个爱沙尼亚的这个总理 一个女的 但是呢 极端反俄 他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靠跟俄罗斯这是磨叽 这个对话是没有意义的 必须得干死他 是吧 我们天天跟他谈 谈什么谈 干死他才行 只有干死他这一条路 总之反正因为波罗的海三国 历史上可能被苏联 他们理解就是殖民 按他们的理解 这就是压迫 那么但是事实上 当时苏联成立的时候 那是各国平等结盟 是吧 但是波罗的海三国 人家现在对 波罗的海三国还不是平等结盟 但确实是被占领的 确实是被占领的 所以说呢 人家对苏联呢 就是刻骨的仇恨 那在他们眼里 俄罗斯就该死 甭过扯这个那个的 所以说呢 国内都有很多这种极端反俄派 那么俄罗斯呢 就是把这些人给通缉了 当然了 这个俄罗斯的通缉呢 说实话 他恐怕也做不到 他应该也做不到 除非他有本事 把人家国家给灭了 虽然做不到 但是这至少是一种态度 就像我经常说 我们至少应该把台独的 这些分子给通缉一下 是吧 做到做不到 这是个能力问题 至少态度要摆明 包括中国历史上 其实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今天会觉得 我们不会这么做 但是中国历史上 有时候是可以这么做的 中国历史上 这个汉朝的时候 强大的时候 这个苏武 大家都听说过苏武 苏武牧阳的故事 苏武到匈奴去出这个出差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的副手 勾结这个匈奴的这个部下 准备反叛 结果被人家给识破了 镇压了 然后他那副手 用你的副手来参与我的政变 那你这个特使 你居心叵探 你们来是干什么的 是来和谈的 还是怎么推翻我的 是吧 干脆就把苏武这个证实也给抓了 抓着苏武的时候 苏武就警告他 你们可 是吧 别肆意妄为 你们想清楚 当初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大碗 这个不遵这个汉帝的这个汉天子的命令 是吧 国破家王 南越 抗拒这个皇帝的圣旨 国破家王 说这个 那个这个楼兰 说这个抗拒汉天子的命令 是吧 这个 头颅悬疑 这个这个长安门外 啊 啥意思 就是说 你凡是敢抗拒汉天子命令的 都他妈是身死国灭 啊 你今天想扣押我当人 是你想清楚 啊 这就是威胁这个 雄奴蝉鱼的这个话 当然人家雄奴蝉鱼没怕啊 照样给扣押了 但是你听他这个话 你就能理解 这个汉朝的时候 这个什么态度 是吧 就是中国汉天子发的命令 你就得执行 你敢不执行 我就可以干死你 啊 就让你国王身死国灭 啊 这就是汉朝中国强大的时候的一种态度 啊 当然我们也不一定每次都能做到 但是经常是能做到的 啊 你包括中国汉朝的使者出去之后 那动不动就杀人啊 是吧 这个班超 大家知道这个出使这个善善国 啊 就是 几十个这个汉使 三十几个人 是吧 那顺风放火 就把匈奴的使团给全部干掉了 啊 那包括这个后来这个正吉 啊 正吉是这个西域都户 啊 也是后来 哎 他正吉在前还是班超在前啊 我这个有点记得记不准确了 反正历史上有这么个人 啊 包括后来这个什么傅介子 傅介子也是啊 直接甚至上去动刀就杀国王啊 傅介子出访的 我印象什么 好像是楼兰是哪个国家 我记不清了 应该是楼兰啊 那不管是哪个国家不重要吧 是吧 那他意思就是说你们俯首听命 是吧 那人家国王就有点不太服 那结果傅介子上去丢着脖子 一刀就直接给干掉了 啊 然后就是说你们敢动是吧 天兵一到是吧 这个那是吧 国国家王 就把人家的 把人家皇帝给砍了 其他的人贵女吓得不敢动 啊 傅介子他身边就带了吗 带几个人几十个人 就是一个使团吗 他是个大使啊 直接动刀把人家国王给干掉了 是吧 天兵一到 他这基本就这种意思是吧 你敢动动试试啊 结果其他人家那些臣的臣民啊 武将啊什么 贵女都不敢动 啊 这就是大汉牛逼的时候的这个国威啊 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说实话有点霸道 确实有点霸道啊 包括当时这个汉朝派出去的很多使节到人家的地方上说白了 啊 强取豪夺啊 那是非常不要脸的啊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理不理解为什么西域的那些国家 降而复判判而复降 为啥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汉朝派出去的那些使节吧 说实话 真的大部分都是一帮下三滥啊 都是一群臭流氓啊 到人家那之后拿人家国王不当人是吧 甚至妈直接睡人家的宫女什么 这种事情都经常有啊 所以说呢 人家有些时候吧 怕汉朝投降 但是呢 有些时候实在忍受不了汉朝这个使节的欺辱啊 最后还反掉 这种事情很多啊 但是呢 至少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汉朝的时候中国这个国威是真可以啊 那么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美国 今天的美国啊 那当然今天美国的国力可能还跟他的巅峰期比较还差了一些啊 你看如果是在克林顿那个时候那绝对是巅峰期啊 你看他那这个美国今天在全世界的话 他如果想抓人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啊 嗯 你很难逃得掉 他如果想抓你的话 啊 今天全世界除了这个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 你可能啊 美国不太好动手 其他很多国家 美国直接就把你人给绑走了 啊 我以前不是说过吗 中国的这个国安部的一个处长 在比利时 直接被人家美国这个这个特工就给摁着了 直接带走 啊 就在别人的国家 美国抓人他妈就跟在自己国家一样 你包括这孟晚舟去一个加拿大就被抓了 是吧 就是美国今天在全世界是具备全世界抓人的能力的啊 除了中国俄国这种个别国家都不好操作啊 很多国家都能做到的啊 那我们中国将来也要朝这个目标努力 啊 我一直讲中国将来也要朝这个目标努力 就是我们中国必须想办法具备在全世界抓人的能力 啊 包括我认为中国将来这个中国主导下的自由贸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世界 应该是跟中国签订这个罪犯引渡协议的国家 就是享受全免税的待遇啊 完全免税啊 甚至可以金融自由流通 我认为都是可以考虑的 只要是跟中国签订完全的罪犯引渡协议 就是只要是中国一 也这个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呃 这个命令啊 或者我们这边一个的这个电话 是吧 你我谁谁在中国涉嫌什么犯罪你给我送回来啊 直接直接给你送回来 就是必须达到这种关系啊 他才能跟我们中国签订完全的这种所有的自由贸易啊 双方完全免关税啊 甚至我认为中国如果是特别弱的国家的话 中国单方面的免关税都可以啊 因为什么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证明你是真正的中国的朋友 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证明你是中国的朋友 啊 凡是那些收留中国的逃犯的 收留中国的罪犯的啊 这些国家一定不是中国的朋友 他嘴上说的再好听 他一定不是中国的朋友 就像印度 类似这样的国家 包括柬埔寨啊 包括这个什么缅甸 你看到以前的时候很多中国罪犯是吧 一出国跑到人家那了 你弄不回来啊 人家也像有的国家可能跟中国签的还有相关的引渡协议呢 但是呢人家要求啥呢 啊 我在你国犯罪必须同时在我国也算犯罪 我才跟你引渡 我认为中国将来跟其他国家签的引渡协议应该是什么 只要是中国在在中国反对的 一句话就得给我送回来 这才行 啊 至于我回来之后怎么办 跟你没关系 但是我我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国民 你管不着啊 你不用管 直接给我送回来就行了 必须达到这一步 啊 能够跟中国达到这种关系的国家 我们才要跟他签啊 完全的自贸协议啊 自由贸易啊 双方完全免关税 甚至中国单方面免关税都可以 这样的国家不会很多啊 凡是受西方自由民主洗脑的这些国家 他大部分都不会跟我们签的 但是呢 能跟我们签的一定是朋友 啊 能签这种协议的国家 我们就可以考虑给他签军认同盟 对吧 凡是不签这种协议的国家 一定不是中国的朋友 商业上可以合作 但是安全上就 你你心里一定要知道 这这种国家一定不是朋友 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中国目前最大的这个 我就是我们的国家发展 都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困扰是什么 就是大量的罪犯 不管是贪官污吏 还是一些不法奸商 只要一有事 屁股一抹就跑了 跑了之后 你就很难抓回来 啊 这个已经严重困扰了 我们国内的这司法的一些问题 是吧 他只要一跑出去 你再想抓回来就很难 你看我们的P2P爆雷的时候 多少人跑出去 对吧 就虽然我们用我们的司法工具 用的工检法 可是人只要一跑出去 你一点招没有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必须解决 是吧 不签这个什么 这个司法引渡协议的这些国家 啊 我们就应该给他征收相应的关税 啊 绝不 嘴上的吧 哪怕是抹了蜜 你也知道这种国家绝不是朋友 啊 我们的朋友应该分等级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 应该分等级 签了这个协议的就是最高等级的朋友 不签的一定不是朋友 啊 今天南越借着这个俄罗斯通级这个爱沙尼亚总理这个事就聊聊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看重 反正我认为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中国政府一定要具备在全世界抓人的能力 有这个能力 我们才在全世界才有一定的威慑力 啊 控制力 现在我们真的是太被动了 啊 不管什么阿摩阿狗 不管什么罪犯 只要一逃出国啊 在国外都开始嚣张跋扈 啊 国外的大奉厥词 你拿他一点招没有 啊 什么阿摩阿狗出去之后都装逼啊 反共啊 明明他妈一群狗狗逼罪犯跑出去之后他妈又反共 嗯 这种现象要遏制啊 所以我就在希望将来中国把实力发展的快一些 尽早能达到这个目标 好吧 就说这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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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